想要問一下就是 你對於Kiwi Baby這一次在男兒王裡面的表現 你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驚豔到 對我來說真的是為之驚運 因為他其實以前的個性比較瘋狂一點 就是所有的展現都是非常的大方 那在電影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他比較收斂的那種浮誇的表現 是有收斂的 就是有戲份在 而不是完全是他自己的 是有在演的感覺 收放自如 對 收放自如 然後就是怎麼講 可以看到不一樣的他 我也是覺得這一次是我真正第一次真的在演戲 是在全戲給別人而不是自己 對 那平常Kiwi有像戲裡面的珍珠姐那樣子 就真的有點傲嬌 有一點點目中無人 覺得自己很漂亮嗎 覺得自己很漂亮有 但是目中無人倒沒有那麼浮誇 因為畢竟是演戲的成分比較居多 那他在這個電影裡面的表現 可以看到是他舞蹈上面的表演 我覺得有人很嚇一跳 因為他之前的肢體是比較 不協調一點 但是在電影裡面可以看到是 真的有下一班功夫的感覺 妳好假 怎麼了 妳看電影的時候 妳看到我那個M字 對大K大扭 妳縮手妳自己忘了嗎 妳說好醜 我們現在在聯訪 所以要講 聯訪要講好聽一點啊 好啦算了啦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跳舞好像都輸小了啦對不對 對 對 沒錯 我跟妳講有些東西是天生的 我們後天就是多努力一點 對 看完電影有沒有想要跟Kiki Baby討教一下舞技 跟他討教舞技嗎 我跟他討教呼框好了 一起練武功之類的 我覺得先跟他討教怎麼變漂亮好了啦 變漂亮 5G的話就是我們可能不分宣誌 所以有沒有考慮一起變裝參賽 真的 就參加變裝皇后的人 就要可以比賽 如果第二集招妳來課算妳OK嗎 如果真的有這個機會 我真的還滿想跟你一起就是變裝的造型 然後在同一部戲裡面演出的 那妳會想演好人還是壞人 我喜歡演壞人 因為壞人好像比較 就是可以展現自己那個邪惡的一面 對 男兒王接下來有可能會拍序集的話 哇那也太棒了吧 要跟他演一下力劍一下林靜嗎 有啊 就是編劇來逛東區的時候 我也是有找林靜大家當下那個地陪 對 就是相處還滿愉快的 PK比美這樣 比美 他贏 真的他贏 真的他贏 真的 林靜很謙虛 真的他比較漂亮 因為他扮女裝可能就是 比較那種鏘蛤雜 因為畢竟我的私底下歌星還是比較男生一點 但是他已經是女生化比較居多了 所以扮起女生來 他的肢體或者是他的表情會更像女生一點 有沒有要再告白一下 就是很開心吧 就是不管就是人生的高潮或是低潮 他好像都會在身邊沒有離開過你 對啊 然後我也會對自己說 就是高潮的時候享受掌聲 那低潮的時候就是享受人生 然後就很喜歡他的射手座的個性 就非常樂觀 就可能會跟我的巨隊座的個性悲觀 比較互補一點 嗯 他是一個非常大方慷慨的朋友吧 對 就之前的生日也是收到非常昂貴的禮物 讓我壓力有點大 喘不過氣 對還沒還喔 還沒回送 還沒回禮喔 對